好球 二加一 漂亮 往这里 好了 我们准备来看发球 比赛开始 中国队率先获得了球权 现在是方硕 地位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 因为我们知道赵继瑞其实以前在国家队当中是 地位是比较稳的 但是由于受伤之后 好球 二加一 漂亮 往这里 往这里上赛季减中之后移动速度提升确实非常明显 这一次又是一个前锋式的动作 三不战确实稍微离谱一点 往这里三分线外 强硬的单打 本节篮不进 王哲林 单干了 漂亮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身高2米10的大中锋的动作 防硕 阿卜多中路的强行突破 王哲林 漂亮 王哲林 王哲林 第一位持球 面框 遭遇了包夹 大号的三分球来自于方硕 漂亮 方硕 王哲林 好的 王哲林 招牌式的第一位脚步 传球之后 立刻空切内线 拉 receives 克斯 基地传给 王哲林 没有问题 抠上帝上 元哲林 刘志轩助攻 方硕再找王哲林造成犯规 对面始终解决不了王哲林吃饼这个打法 因为对方的丹尼约翰逊其实也是一个攻强守弱的球员 毕竟这个以上岁数了 31岁 抛头 好的 球方已经有三四四了 这地上滑一个亮枪 王哲林再次单打造成犯规 大王上来掩护 走左落分给王哲林 第一位的机会好的 好的 对面拉波摩尔啊 先是进攻端手滑丢球防守端又是丢了阿卜杀拉木 这个球里南之道旁边的这个场面之道起到作用啊 示意大家往上提拉开空间 真要我说这场比赛对方啊 还没有把自己最狠最凶的那个劲儿展现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赢得相当漂亮 对方每一次犯错误都被我们中国队抓住了 特别是中国队的后卫线今天啊 可以说把对方搅得天翻地覆 没关系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